台北到底哪裡好 想試試看啊 是什麼 怎麼工作嘛 你告訴我我幫你找啊 怕糗 怕糗 怕失敗 從小都在台南永康長大的 桂倫美一心 只想往繁榮的台北邁進 結果真的大學畢業後 在台北工作卻跌跌撞撞 就算讓所有人都知道 什麼是對的啊 公司有一些八卦 睡上去吧 這次的PM 你三就是你了 串流平台台具 台北女子圖鑑 改編東京女子圖鑑 國際IP 迎候桂倫美 飾演女主角的各種經歷 勾起每個人心中的深刻回憶 尤其這句或許是你我心聲 我從小到大 我就一直說 我想成為什麼樣什麼樣的人 然後我就 我就一件事情都沒有做到啊 預告中近距連發 說出不少三十四十歲世代的心聲 北上打拼 為夢想咬牙苦撐 想在這裡實現一切 各種語錄 打盡民眾心力 這是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這些感覺 就是不只工作啊 然後還有可能出社會的人際關係啊 跟一些標籤 或者是 呃 童年齡人 呃童財壓力吧 雖然不是台北人 但身為剛出社會的新鮮人也心有欺欺研 另外這位來自苗栗的十八歲同學對未來還在規劃 但身邊也有些人想北漂 就是大都市啊 不要有多機會 可以 不要有工作機會可以那個 上來就各有缺點嘛 就是有機會但是比較相對因為人多所以相對比較擁擠 這回出爐的即便只是預告 不少人也認為台北女子圖鑑就是自己的寫照 而劇情除了工作還有各種苦澀甚至無解的戀情 要帶觀眾找回真正自己 TVBS 周一峰 聽台北報導